大家好,欢迎收看解密大行动 我们平时在沙堆上轻轻地踩下去 立刻就会有个脚印了 但是如果想在坚硬的石头上踩出一个脚印 那就恐怕没什么可能 不过,听说在安法院仙溪镇的九道水村入面 有条河的岩石上就出现了很多没办法解释的奇怪脚印 眼前这位老人叫阮立傅 是住在九道水旁边的居民 河底岩石的脚印就是他发现的 听阮老伯说,那晚他不知道为什么睡着都跟不着 心里总是觉得有些事会发生的 于是他就起床在家周围看看有没有什么奇怪 当他走到鸭笼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养的鸭子竟然全部不见了 他有一个小鸭子 那天每天晚上都可以自己回家 那天头来不来不回家 于是,他就趕快沿着鸭仔平时活动的河流 周围找一下 因为河重高低不平 走着走着,人都不小心 阮老伯就跌下了一块大岩石上 正当他准备爬起身的时候 他摸到一块岩石好像怪怪的一样 用电筒一致,他发现河底的岩石上 竟然出现了一串串神秘的脚印 远老伯说,在那晚看到脚印之后 他始终没办法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于是第二天天一过 他就马上带着穿蜘蛛去到现场验证下 一去到河边 他们就发现河底那块大岩石上面 真是佈闷了大大小小,方向一致的脚印 远老伯觉得这件事实在是太奇怪 因为平时他经常都会来这条河放养鸭仔 一日之内,来来活会好几次 可以说走运河底每一块石 但是这么奇怪的脚印 都还是第一次见 而且发现脚印的那晚 平时安时回家的鸭仔 居然在发现脚印的岩石上面 每次都不肯走 难道鸭仔都发现了脚印吗 而正当他在想到底是什么回事的时候 他又得知了一件更加离奇的事 五十四号发现了脚印了 十三号,十三号的鸭子 我一个孙子十二岁 一个孙女八岁 他们就在那个鸭仔里的鸭里 有一个很高很高的那个 穿着衣服 通话身上 在发现脚印的前一晚 远老百个孙子 居然见到河面上 有神秘人影飘 这些脚印是仙人过河留下的 九道水村的村民对这个说法 似乎都是深信不疑 过了不几天 仙脚岩这个名字 就在村里全传开了 听些村民说 九道水这个地方 向来就流传着有神仙高传的传说 而且九道水村所在的仙溪镇 亦都是因此而得名 所以不少村民都觉得 可能是神仙显灵都未顶 于是越来越多的村民赶到现场 都想一睹神仙脚印的风采 虽然神仙之说是毫无科学根据 但是离奇的巧合 就令到这些脚印更加朴朔迷离 在现场我们看到 发现脚印的那块岩石 好像一个巨大的三角形一样 面积接近七个平方 大大小小的脚印加上有二十几个 大的脚印有三十厘米长 小的就是直径五厘米左右的 不规则妥缘 每个脚印都各有不同 通过仔细的观察 周炯华发现了一些可疑的地方 周炯华发现现场的脚印各有特点 有子女人踩的 有子小孩子踩的 甚至有些还只是马蹄印和车轮印 这些发现令周炯华排除了先人过河的说法 不过如果不是先人脚印 那小孩子在前一晚看到的神秘过客 又是谁呢 一个小孩子看到有一个现实的女子 在湖边走过去了 他就看到了 但是跟他爷爷表出的时候 可以表示清楚 他爷爷跌封他的方向 他民间文化的一些知识及人 讲出这么一个故事 至于说真的有这么一个现人 这是不存在的 听些村民说 因为今年干旱小雨 所以河底的岩石就露出了水面 而这些岩石既坚硬又庞大 村民完全可以踩着石头过河 所以小孩子在深夜看到神秘过客飘过 很有可能是因为天黑 有村民刚好走岩石过河 被他误认为是神仙而已 既然没有神仙 那现场看到的脚印 马蹄印和车轮印 会不会是人类活动的历史遇迹呢 突然一个村民的发现 不单止证实了这个推断 还提供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选择 我们认真观察发现 蟹印里面的裂痕 竟然组成了一个个清晰可见的名字 天王王字 并不说为了发动气而获取威信 于是就用珠沙在一块布上写了 陈姓王三个字 放在渔民捉回来的鱼的肚里面 等士兵买鱼来吃的时候 就会发现鱼肚里面的字 由此而获取民心 这次发现了这么多黑着天王的蟹印 难道曾经经过这里的部队 又是想谋取王拳 蟹印背后到底隐藏着 怎么样的历史隐情呢 周炯华突然想起小时候 曾经听过的一个故事 他立刻叫村民画了一幅九度水的地图 试图还原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传说 原来就有陈有亮的产物 被朱约当的布袋打败以后 就退守到湖南 当时都是在这个大盆山 在这些地方到这个云小灯 六百多年前 原末农民起义军将领陈有良 在布阳湖大战被朱元璋击败之后 中箭而死 而他的暴将无家四兄妹 就被围困在九度水泉附近的大峰山上 传说无家兄妹逃到大峰山之后 为了躲避追杀 沿着山峰一路南下 逃到几十公里外的云小洞 从地图可以看得出 九度水这条河流 是从大峰山到云小洞的必经之路 那这些岩石上的脚印 是不是真是陈有亮的残余部队 逃难所留下的呢 是不是只要找到云小洞 就能够揭开迷底呢 这个云霄灯里面 这三个灯口里面都是香腾的 里面很大 那这个云霄灯现在还找得到吗 可以找得到 我们跟随着周炳华 找到了隐藏在山林当中的云霄灯 有三米多高 我们小时候听老人说 一带一带船上来就很早就有来 听周炳华说 这个云霄灯里面冻冻相连 总长到近二十几公路 从九道水村一直延伸到附近的长塘村 如果用来收起几千兵马 都完全不成问题 不过由于曾经发生过坍塌 我们在云霄灯里面 并没有找到古时人类活动的痕迹 一时间我们无法考证到传说的真实性 而当我们继续研究当地历史的时候 意外发现 在古时候 这里被称之为梅山万地 是著名的梅山文化发源地 梅山文化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 因为梅山这个地方 以形化、暗化 还把周围的一些现实、周边移居 这个地方 过去不被这个庚雅王群所控制的 它完全在画外的 很神秘的一块地区 原来当时的梅山社会 竟然是中原版图外的一个独立王国 那何底出现的贤因 和梅山文化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了解梅山文化 我们去到了梅山文化生态园 我们在文化园里面走一圈就发现 园区里面有很多石像、石台和石柱 石头文化它是我们接触到一个主席 去写了我们造成人类的石头文化的成败 这是我们的名作宣言的头痛书 也就是成败石头文化 既然崇尚石头文化 那么当地人会不会在石头上黑字 来记载某种信仰呢 很有这种可能就是把我们记住的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根据什么东西 或者是动物的形象都掉在石头上 莫非这个就是脚印里面文字的来历 然而天同王等的文字印记 是不是就意味着 只要找到曾经管理这里的首领 就可以揭曉答案呢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福汉阳的 他们称之为福天王 现在安法好像在做了一个雕像 在纪念这个索色民族的首领 他曾经在这里带领当地的柳游民族 与这个圣代的宗教王朝的宗带 也经营了多数次的圈子 看来这里真的有个凤凰的首领 那脚印里面的神秘文字 是不是映成这位福天王呢 难道他也曾经采取过 类似鱼土藏书的策略 这个背景呢 每一张地区的战争的背景 跟前陌的陈生吴广的这个背景 战争的背景是不一样的 伏联王完全是一个首领 他不需要借出于这些神鬼 这样一些春雨来获取民心 当这个背景都可以拥戴他 拥戴他成为一个首领 所以这种可能性是因为没有的 他不需要这个 专家说中国历史上的 几次大规模农民起源 结果无非是两种 一种是被皇帝消灭 以失败告终 一种是自己做皇帝 去压逼其他人 只有梅山农民割据的领袖 始终未有称王 根据梅山文化的特点 在脚印里面黑文字 看来是多此一举 那究竟脚印背后 到底隐藏着什么神秘玄机呢 研究到这里 周廣华觉得 单凭流传的传说 和村民掌握的历史知识 是很难找到脚印的真正耐力的 只有对脚印上边的历史痕迹 进行确切的考证 才可以解开谜底 于是 村民就将安法院文物考古人员 请到了延长 通过仔细签察 考古人员对脚印做了详细的分析 对于村民传说 是陈友亮残余部队踩出来的说法 考古人员也提出了质疑 我们也没有在这边发现 那个时代的历史痕迹没有 听考古人员介绍 在安法院寺里面 并没有关于陈友亮残余图难 来到这里的记作 随着阻振查接近理性 考古人员作出的判断 令在场所有的村民为之震惊 我主观看 可以 这是个鬼叉 以前这个东西都没有卡到过 我家有一块冷华石 安法仙溪镇出现了龙化石 这样的惊世新闻 令到现场的考古人员很惊喜 为了一探究竟 大家就跟着那个村民去到了它 一条清晰可见的轮片纹路 深深地印在石头的表面 听村民介绍 这条龙尾图岸 就是他判断龙化石的根据 我们观察发现 这块石头员员是深渴色 长大约是30厘米 大概10厘米厚 考古人员用水对石头进行清晰 接着他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 这是什么味道 没有味道 这是尽不尽这个方石 尽不尽这个方石 当时的话 它因为方石 它上面是有孔的 它是骨头 它干化以后 它上面有细小的孔 你用舌子去填一下 有那种舌子被击的感觉 被吸 有点击的感觉 吸 吸 吸出去的感觉 所以这不是法式 据考古人员推测 这块石头并不是真正的龙化石 听他说 千百年来 在仙溪镇乃至安法园这一带 都从未发现过 和恐龙活动有关的任何痕迹 所以当地出现龙化石的可能性很小 对于河底脚印的雷历 神仙传说 大黄传说 恐龙传说 逐一被击破 这就还剩下考古人员所推测的 这样是自然因素导致的 如果真的这样 那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究竟暗藏着怎样的奥秘呢 我们带着岩石标本 和现场拍摄的图文资料 找到了湖南省地质研究所的 童占明教授 教授从湖南省安法园等多个地方 对仙溪镇一带的地质环境 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这个地方 大概是属于 河河西 奥道西 这个地层 当时这里 选择这些延事之后 现在这些延事 当时是一片海洋 大概理性的 大概是六到七亿年的样子 包括心里的延事 主要是一些 大年一支延事 所以心里很厚 里头还有一些柜子延 柜子延 这柜子延里 进了一些破层状 或者脱镜状 或者结合 在远古时代 安法境内是一片海洋 距离现在大约1.4亿年左右的烟山运动 令远境内海水全部退出 距离现在六千万年 远境内的山木水系形成 后来经过长期的风化 水食 春擦 切割作用 才呈现出今天我们见到的地面 正是由于这种地壳运动 各种地质作用 就形成了九度水河底 出现神秘的距离 奇特景观了 这脚镜的实际上都是一些柜子延 都是一些柜子延 都比较硬 很硬 而旁边的颜色相对比较远一些 这些柜子延在这个里头 一拖一拖 因为它和旁边的颜色不一样 有的就涂出来了 有的就凹下去了 所以现在现在的额降形状 而在脚印内部见到的 类似文字的各条文露 其实是石鹰和龟子 冲到那裙里面 形成了石鹰蜜 石鹰蜜就呈现出了各种形状 大自然的力量真是岳面 看起身极其简单粗糙的物质 在它的鬼虎神功造化之下 竟然可以变得这么漂亮 这么神奇 真是令人惊叹